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10月24日 星期二一至四都有我們的節目 不過星期一就放假 不過有一則消息 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就是 台灣總統候選人 郭台銘創辦的 富士康 被內地查稅 這則消息 在過去週末 都是相當重要 特別是 由官方媒體 《環球時報》 在10月22日 星期日披露 中國稅務部門 近期依法 對於富士康集團 江蘇等地方的重點企業 進行稅務稽查 所以 這個時間 聯合國台銘 之前的言論 也要聘請總統大選 所以 一來 富士康系的股價 都是大跌 紅海 星期一 在台股那邊 跌了超過3% 另外 工業庫聯 在內地A股上市 也是跌停板 星期一 台灣總統大選 如火如荼 雖然 中國方面 冠名中國台灣 但總統大選 實際上 不是中國可以控制 郭台銘 一向 都被視為比較親中的候選人 不過 8月底 他宣佈參選的時候 我們文昌港股經 都引述過他的言論 包括 中國經濟糟透了 中國經濟很差 甚至謊言 就說 怕不怕你去選總統的時候 紅海方面 被沒收財產 當時的言論 就說 Yes Please do it 認為 如果犧牲他個人的財產 中共就不會打來台灣 他願意重新做回一個 無懼工人 這樣說 當時也說 紅海本身有近八萬名股東 他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 沒收了的話 這些是紅海的資產 而紅海接近五成的股東 涵蓋海內外金融機構 例如海外的退休基金 如果中共夠膽這樣做 全世界有哪個投資機構 敢於中國投資呢 又說 紅海九成九都是歐美最重要的客戶 包括蘋果 Tesla Amazon 輝達 如果被沒收了 那客戶怎樣 他們需要考慮很多 很多貨都不能出貨 中國大陸要對國際品牌怎樣解釋 何況 中國現在的經濟差到被 這次是紅海上下游供應商 超過幾十萬間 台積電 三星 東芝 有百萬的供應商 一百萬以上 紅海停工 全世界半導體如何交貨呢 當中國內地經濟面臨困境 影響的是世界的供應鏈 所以他認為 不單是紅海一間的問題 是全世界所有產業都要面對的 好了 大家都記憶猶新 這一段言論 不過 現在終於 風暴打來這個 紅海 沒收就未見到 但是 穿小孩 被小孩穿 即在內地的說法 似乎就出現了 環球時報引述 夏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副院長張文新的說法 他說 有關部門對於任何涉嫌存在違法違規行為 企業進行稅務稅查 用地情況調查 屬於正常的依法行政和 合情合理合法 附上旗下企業有義務積極配合 調查 如果確認有違法違規行為 應該認錯認罰加緊整改 這方面 這個紅海方面 都是用同樣的詞彙 會配合調查 張文新的說法 就是說 內地歷來都歡迎支持台商去大陸投資 依法保護台商台企的合法政當權益 而近年來 有關部門出台了一系列 給台包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 令到內地建廠的台企普遍受益 而富士康作為指標性的台資企業 在內地做大做強 旗下的工業互聯 還在A股上市 反而是餵養這個母公司 紅海集團 所以他強調 包括富士康在內地 台資企業內地分享發展紅利 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 都應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和 也都要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發揮積極作用 這一句 真是可圈可點 因為 《星島日報》 同時也有關於大選形勢的解讀 《星島日報》是比較建制派的報章 也有很多內地獨家消息 包括人事變動 現在的說法就是 有媒體報導 郭台銘參選 不但沒有任何當選的機會 反而實際上是等同保送賴清德上台 客觀上成為民進黨選舉的幫手 也都引述 北京消息人士認為 如果造成保送台獨分子上台的後果 內地是不會無動於衝的 內地民眾也都不能接受 嘩 《星島日報》竟然說 如果 國台銘參選 等於幫到 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的話 那是否有後果呢 咦 現在這個查稅是否後果的一環呢 這裏特別要引述路透社的消息人士 因為它是引述這位消息人士 是和富士康關係密切的 那他們的說法就認為 現在由環球時報公佈這件事 是對於富士康 包括將iPhone部分的生產線 由中國移到印度的警告 同時也都和國台銘參加台灣大選有關的 兩位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說 其實有幾間公司最近幾個月都被內地當局刑查 但是呢 只是富士康因為政治因素被官媒公佈 第一個消息人士說 他們認為今次刑查自在警告富士康 因為富士康一直都把iPhone部分的生產線由中國移到印度 而富士康財務人國台銘投入台灣大選之際 官媒公佈富士康被查稅 這個不可能是巧合 另一個消息人士都說 今次查稅是意料之外 亦都相對不尋常 那所以呢 這些是和富士康關係密切 即是說富士康方面 認為今次是被中國政府針對的 對於民企來說絕對不是好事 對於外資來說 甚至有一個航蟬的效應在 工業庫聯已經跌了一成半 股價 昨天跌了一成 今天又半天跌了5% 台灣官方行政院長陳建盈都說 台灣方面已經第一時間和紅海保持聯繫 希望事情情況提供協助 又說了 台灣即將進入總統大選 政府持續關注台商的需求 繼續做台商的後盾 但是這個就沒辦法了 因為台灣的企業之前也有個別 因為支持台獨被官方點名 而且內地也近期不斷出招支持民企 製造一個這樣的形象 包括國務院昨天向社會 偵襲阻礙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線索 最高檢甚至印發關於全面履行檢測職能 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 聲稱提高政治站位 增強保障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亦點出了部分的一些問題 包括會不會有亂收費、亂罰款 對於民營企業有差別待遇 政策措施方面的配套會不會有矛盾 會不會違規設置一些區域壁壘 在招商引資的時候有惡性競爭 你講的就是一套 但是富士康這裏又是另一個故事 大家要明白富士康內地 屬於支持中國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量級企業 紅海集團 深圳方面有很多都是靠富士康撐起來的整個經濟 他們本身都已經說上萬 好像一個城鎮那樣的規模 存在了這麼久的企業 你突然點名說要高調查稅 說真的 這麼多年 如果你不是台政 這個時候為什麼會宣佈高調查稅呢 以前你應該每年都會很準確地判斷到 他有沒有逃稅漏稅的問題 為什麼偏偏這個時候 你就要點名富士康 而且唯獨是點名富士康 情況就正如 內地鋼琴家李雲迪 之前被人抓嫖娼 但是內地被人抓嫖娼的每一天 都是數以百計 也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治安事件 一般都是說15天的治安拘留 為什麼要點名高調是李雲迪 李某某 目標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以警校友 但是同樣的企業 大規模上市的 被查稅的 如果你要以警校友的話 為什麼又要點名富士康呢 所以難怪的富士康自己都覺得 我很明顯這次是被針對 而且你說的 轉移這個生產線 也都不讀富士康 內地很多的企業 間間都會在東南亞設生產線 轉移他們的部分生產 由子業 到鞋里服裝 富士康也不是唯一 你這樣做 你教其他外資的民企 在內地做大了 現在基於市場因素 或者需要分散地域風險 去轉場 現在反而被人搞 難怪有一些 內地的知名博主 也都說 國台銘失控 民進黨賴清德幾乎被保送上旅 這麼多年的衛台政策 全面失敗 現在連最受益的富士康 在關鍵時間都不願意支持你 當然 查稅這個操作 對於對台部門來說 應該是常規的做法 但這個事件拿出來實在太不合時宜 外資本來就在瘋狂撤離 現在更加坐不住 高興的時候 你可以令到富士康36日 IPO閃電過會 不高興的時候 你就依法稽查 合情合理 這位暴叔 講法就是講工業庫聯 在內地A股上市的時候 過審非常快速 基本上是保送 這顯示到當時 是希望被外界見到 是支持台商A股上市的 但是現在反而 你要支持民營經濟 要鼓勵外資去投資的時候 你這樣的操作 確實是難看的 之前我們都提及過 中原創民人施永青 他亦都提醒內地 為了地方政府 不要現在水緊的時候 又去搞一些企業去查稅 去找他們違規的問題 甚至他當時又說 喂 有些內地官員 甚至跟他說 喂 你中原賺了這麼多年錢 現在吐了一點出來 都很合理 現在你看到的 民營企業家 由中原都要提醒你不要去查稅的時候 現在還要被官方高調地 環球時報拿來做一個 以警校友的案例 你想想 對於整個民營企業的投資環境 會不會令到更多的外商 在內地壓住的時候 真的會更加慎慎 因為加大駐馬 可能會惹來更大的麻煩 聰明的做法 其實郭台銘參選 就有他 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現在其實都沒有可能 國民黨也好 比較親中的 前台北市長 柯文哲 也都沒有勝算 難怪 這個立法院的民進黨團 就說 中國不單止是劍指民進黨 也都是針對國台名 出手介入藍白俠 台灣經濟部也都第一時間和紅海聯絡 紅海都表達感謝經濟部的關心 賴清德力也都這個時候說 希望中國要珍惜台灣企業 台商台灣的資產 二三十年對於中國的產業貢獻很大 不要選舉就有動作 逼台商表態 甚至用查稅用地手段 這個很不應該的 你想一下 你這些做法 即使你說在內地有投資 或者想投資的 看到這些案例 會不會再三想想 所以聰明的做法 這時候千萬不要去做這些動作 低調換聲發大財 說真的 有他選 輸就是輸硬的 但是現在你這樣搞一搞 會不會還令到民進黨贏多幾錢重呢 這個是民意的彰顯 到時內地又怎樣交代 對台的政策方面 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文昌講古經 主持 文昌